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9月23号星期三 讲过几期余茂春了 说余茂春就是蓬佩奥的什么首席中国顾问 然后说他是先是被他们学校 先是把名字从杯上给扒下去了 然后又什么他们同乡会开了一个什么会 要把它从族谱上要除名是怎么着的 是吧 然后余茂春这一次公开亮相了 余茂春在9月22号 昨天他与视频方式出席的加拿大智库 叫麦当诺劳雷尔研究院举办的线上的论坛 他说共有的价值观是多边主义的基础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说川普在搞的有点像一个单边主义 就不再像一个多边主义了 但是余茂春就说 就是说你要搞多边主义是可以的 但是他要有一个现实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 就是说要有一个共有的价值观 余茂春表示他说什么 他说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实际上现在正在形成 一形成之后要干什么 就要对抗中共的威胁 这与中共拉拢的国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余茂春说 他说美国有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欧盟 北约和东盟 这都是我们美国的盟友 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 我们有共同的这种普世价值的这种理念 这种价值观 但是习近平他没有任何可信任的真正的盟友 他说朝鲜在很大程度上 对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好处或者用处的 他只是在利用你而已 而俄罗斯和中国在玩一种叫欲擒故纵的游戏 你知道吗 俄罗斯也是在占你便宜 他不是你的真正盟友 他说多边主义 只有在大家拥有共同目标的时候才发挥作证 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你中国俄罗斯和北朝鲜 你们要有共同的一个利益和目标才有作用 但是你们有吗 你们没有 你们各自都是为了欺负别人 对不对 你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说举个例子 就像朝鲜的问题 当时搞北朝鲜问题和问题的时候 不有六方会谈 他说北朝鲜的六方会谈 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例子 典型的例子 他说多边主义是好的 大家说多边主义好 不能走单边主义 他说多边主义是好 但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 当北朝鲜的六方会谈 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目标的时候 多边主义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 有效的解决方式的 还不如美国和北朝鲜单谈 反而可能更好一点 我觉得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说美国也好 他说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加拿大 欧盟 北约 东盟 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追求民主自由 一个普世价值 基本人权 所以我们能走到一起去 而你们没有 这就是一个事实 对吧 当然你不要再讲共产主义 讲共产主义没有 俄罗斯人现在也不搞共产主义了 对 俄罗斯共产党也都一边去了 对吧 人现在已经不再搞马克思那套了 俄罗斯现在搞的也算是 我不知道算什么一个 也差不多国家资本主义 我觉得也这么个意思 对吧 中国现在 其实你习近平你现在搞的 还是马克思列宁那套 不也不是 所以你们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理想或者什么主义了 对吧 我觉得这是事实 就是说习近平没有真正的盟友和朋友 其实俞茂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觉得说的是 其实是非常清楚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有道理的 好吧 这些人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